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驻中国大使玉白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能源论坛上表示 欧盟和美国应该统一认识联合对抗中国的胁迫式外交 对中国的战狼外交说不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昨天我已经非常详细地简述了对有人炒作所谓战狼外交的看法 只要理性地回顾和分析一下 哪一次 哪一件是由中方首先挑衅或者威胁别国 我想就会得出公正的客观的结论 如果只是因为中国块头大 就认为中方说出事实真相 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尊严是胁迫和战狼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也是对中国外交的污名化 一个普通公民都有权依法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 难道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反而不能拥有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权利吗 华春莹指出 欧盟本身就是多边主义的成果 也一向以坚持多边主义为荣 一段时间以来 欧盟也是单边主义的受害者 一直强调要坚持战略自主 我想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 不应该不分是非 只讲立场 我们希望欧方尊重事实 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 不搞双重标准 真正的坚持独立自主 坚持开放合作 霸气 解气 接地气 霸气是因为 这说明中国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谁要是胆敢侵害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 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还击回去 解气是因为长久以来 西方一直利用其掌控的国际话语权 对中国任意抹黑打压 肆意污蔑指责 而化解的这番回答 无疑会让西方那颗丑陋而卑劣的心脏 受到重重的一击 接地气是因为 这正是中国14亿民众的心声 作为中国民众的集体心声 无需儒雅的外交辞令 无需谦逊的外交风度 要的就是你 做初一 我就还你十五 所谓以执抱怨 以德报德 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只是用文言文 怕你们听不懂 误不透 所以只能用大白话来告诉你们 战狼是什么 那是一种为保护国家利益 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而占的神圣称号 中国遵循的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所以我们一向不会对他国的国内事务指手画脚 即便向美国发生那么严重的人权灾难 那么多此起彼伏的反对浪潮 中国也本着这一原则 静观美国政府自己去处理 我们也只是在一旁指出他的不对 文言劝他们善待自己的国民 而不是横加指责 肆意抹黑 乃至加以制裁 因为我们深深明白 这其实就是两国国情的不同 两国文化的差异 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的政府这样做没有问题 那就让美国人民来承受自己的认可 而如果美国人民觉得他们的政府这样做有问题 那也可以交给美国人民自己去行动 或者用选票 或者上街示威 这都是他们的自由 与我们何干呢 我们不插手他国的国内事务 当然也不可能让他国插手我们的国内事务 特别是西方国家 这种以抹黑污蔑形式 制裁形式的插手 更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对此我们当然要亮出自己的态度 做出自己的反击 习惯于高高在上的西方 当然受不了我们的反击 在他们看来 他们插手他国事务 干涉他国内政是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的 是他们的权利 是他们的特权 而被插手的国家只能逆来顺受 只能俯首帖耳 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就是战狼外交 我们认知的战狼定义 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 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而发起的行动 而造就的英雄 相比较于西方的外交行为 我们称之为战狼 而西方的行径 则可以定义为恶狼 不错 自殖民时代开始 西方国家对于全球来说 就是一头贪得无厌的恶狼 他们用尖船力炮 毫无人性地残杀世界各国的弱小民众 掠夺全球几乎所有可以掠夺的资源 以此积累的大量财富 进而对世界进行统治 并以这种统治继续而长久地 进行疯狂的资源赚取 即便在今天 当美国民主党政府部署 所谓重返亚太战略时 当共和党政府开打全球贸易战时 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是他们嘴里喊的人权和自由 而是为了挽救美国日益显现的发展颓势 而是为了赚取他们正在逐渐丧失的全球利益 嘴上表现出的道貌黯然 却永远掩盖不了内心散发的邪恶气味 事实上 对于中国当前的外交形势 说战狼 我觉得还是过于了 我们不过是在别人攻击的时候 给予了适当而温和的反制 和狼性攻击完全不成比例 真正的战狼 应该是在他人攻击我们的时候 给予他致命的还击 让他永远记住这份疼 让他彻底明白 自己惹了怎样的麻烦 就像战狼电影中描述的那样 对于伤害自己 或战友 或爱人的恶人 予以最凶狠的打击 最彻底的消灭 而当前的我们 不过是被动而对等的反制而已 离战狼级别还远远不够呢 我的祖国有句歌词 朋友来了 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他的 有猎枪 这首歌我们在70年前 对美国人唱过 当时的他们 他们对此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 但他们的记性不好 70年后的今天 他们已经忘了这句歌词里 所代表的刚强与勇敢 决心与勇气 所以他们按耐不住地想要再试一试 当下的中国 不过是温和地轻轻抚摸了一下 在自己的剑鞘 他们就开始惊呼 战狼来了 不不不 宝剑还没有出鞘 战狼还没有展威 如果某一天 我们需要用战狼之威来回击他们 那才是他们真受不了的时候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 他们或许才会明白 什么才叫战狼模式 西方人普遍存在的傲慢心理 不是一时半会儿 吵几句就可以消除的 就如同之前小编所提到的那样 在思想上就不认为 和接受双方平等的人 内心深处就对你带有优越感的人 绝不可能在行为上 对你真正公平和平等的对待 所以他们做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是自由民主和文明进步的体现 像中国这样的邪教异端 是没有资格对他们批评一句的 所以一个近500年来 都处于优势主导地位的 强势文明是不会用弱者的心态 也从来不会真正站在 弱势文明的立场上 来思考和看待世界的 和西方人打交道 最有效的沟通是拳头 最大的谈判筹码是实力 如果想要西方人改变中国贫穷 落后的刻板印象 进而认同我们的制度和文化 承认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就要有拿得出手的真家伙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潘建伟研究团队与中科院上海 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 成功研制出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 其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 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 这一成果使我国成功实现了量子计算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论文于12月4日在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发表 量子计算机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量子计算机将有望在密码破译 材料设计 药物分析等具有实用价值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有助于中国在新的赛道上打破美国在传统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上的垄断地位 同样是在12月4日 我国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 中国环流器2号M在四川成都正式建成放电 这标志 我国正式跨入全球可控核聚变研究前列 可控核聚变技术一直被认为是颠覆现有人类能源格局 经济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跨时代技术革命 一旦取得技术突破并成功实现商业化发电 无异于当年的蒸汽机 对于英国的巨大推进作用 如果中国成为首个实现商用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国家 将真正实现对西方文明的碾压态势 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苦练内功 永攀科技高峰 用实打实的科技创新能力去瓦解美国的科技霸权 从政策面来看 加大吸引全球人才的力度来为我所用 盘活科技创新的资源 保证中国阶层流动 实现社会活力的上升通道 大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 这些都是我们还可以进步的地方 一旦消除各种限制 中国科技创新的因素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和无与伦比的人才规模优势 美国的科技霸权 总有一天会被中国人瓦解 而到了那个时候 西方整个霸权体系的崩溃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